在打game裡面打怪 現在要進展到最難的這個魔王 魔王要出現就是說 剛剛我們用錄製的 現在的話要自己撰寫 那可是自己撰寫的話呢 我要怎麼樣把剛剛那些變成VBA 我講過VBA有兩種 如果要自行撰寫的一 就是什麼呢 自己撰寫按鈕 當然我可以按下一個按鈕 叫刮鬍字串好了 不要聚集 第二個呢再寫一個清除 也不是聚集 這邊所以 也許我們增加兩個按鈕 一個按鈕是刮鬍字串 一個按鈕是清除 但是就是要自己寫 不是錄製的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VBA的第二種形式 就是這個 要在這裡怎麼樣 插入一個 制定函數 那函數名稱也許叫什麼 也叫刮鬍字串函數好了 這個就是我們的任務 我要把它達成 那怎麼做 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分別來看 一 先 在這個Visual Basic打開來 二的話呢 我要跟聚集分開來 所以按右鍵 插入一個 這個模組 這個模組的話呢 我講過了 那個現在叫Module2吧 如果你要換個名稱 也許你可以怎麼樣 把2 Delete掉 加一個底線VBA吧 也許把它分開 Enter 那這個模組就是放VBA 那Module1的話 如果你要兩個做區別的話 你可以叫Module底線 也許叫聚集吧 或叫Module都可以 也許這邊的話 我把它叫聚集 因為這個 剛剛有同學問說 能不能再細分 其實也可以啦 如果你希望程式 還要再細分 你可以自己再去做分類 那怎麼分類呢 就再插入一個模組 再把某部分的程式貼過去就可以了 它可以做很多個模組 不過我覺得 剛開始初學 應該不用分那麼細啦 沒事分太細 有時候你也找不到 好 乾脆就先放一起好了 好 那我們第一個先插入一個 這個Module 名稱改一下 也許叫底線VBA 第二個的話 我希望呢 這個Module的名稱 叫做什麼呢 叫刮鬍自竄好了 這個名稱的話 這我剛剛漏掉 把它補回去 這有錯 把它補回來 這剛剛不小心 Delete掉 OK 好 那再來就是說呢 我要在那個Module裡面 做第一件事 上方有個插入程序 所以如果VBA你要做按鈕的話 一定是插入一個程序 那程序的名稱叫刮鬍自竄 所以把刮鬍自竄四個字輸入 按個確定就可以 那形態的話 預設是Sub 我們就用Sub按確定 好 第一個就完成了 就在Module 然後插入程序 OK 那插入程序記得 優標要放在右手邊 名稱叫刮鬍自竄 第一個就完成了 那第二個我要做什麼呢 基本上 我們就是在刮鬍自竄的這個Sub裡面 到EndSub中間呢 要撰寫我們需要的程式 那我們需要撰寫哪些程式呢 我按一個TAB鍵 TAB鍵 TAB鍵 表示在裡面開始撰寫 那基本上呢 我們可能會需要注意 第一個 我要做什麼 找 找什麼呢 找我那個儲存格裡面 的資料 放到這邊來 那可是我有很多個資料 第二列到第10列 所以我可以怎麼亂寫呢 for 先寫一個回圈 上個禮拜講的 for i 指的是列 等於什麼呢 等於第幾列 第二列 到 第10列 假設我先打第10列 當然後面可以改 Enter兩下 打一個NAS 意思先告訴他說 我的範圍是在哪一個範圍 第二列到第10列 再按個TAB鍵 在4NAS的中間 按個TAB鍵 我要做什麼呢 第一個呢 我要找一下 有沒有錢瓜糊 那有錢瓜糊 我先把它記錄下來 所以記錄下來的話 我需要有一個變數 讓我暫時存放 那我先 自己先產生一個變數吧 名稱也許叫A好了 這個A的名稱是自己取的 等於什麼呢 我要去找這個儲存格裡面的資料 找什麼呢 有沒有錢瓜糊 那不過特別注意喔 VBA裡面的函數 不完全跟Excel裡面一模一樣 Excel裡面用Find 可是在VBA裡面 它沒有Find 它換了一個名稱 它叫什麼呢 它叫INSTR IN3 所以這個名稱可能稍微記一下 錢瓜糊 好一樣 它會問你說 你要從 第一個它會出現什麼 STOP 從哪個字開始 那我不要 因為我反正從頭開始 那第二個問題是SwingE SwingE指的是說 你要去哪邊找 我要到那個儲存格 Sales 錢瓜糊 哪一列 I列 豆點哪一欄呢 A欄裡面 幫我找找看 有沒有那個錢瓜糊 豆點 到A欄的儲存格裡面 找找看 有沒有錢瓜糊 雙一號 錢瓜糊 再一個後雙一號 再後瓜糊一下 好 這樣子打完意思就是說 幫我在 A欄的這個儲存格裡面 找找看 這個 它會先從什麼呢 二開始嘛 先找到 這個字要抓過來 找找看有沒有錢瓜糊 如果錢瓜糊 幫我先放在A裡面 然後呢 再來 找後瓜糊 Enter一下 那所以呢 這個地方把這一行 複製 我習慣是CtrlC CtrlB 或者是拖拉 加Ctrl鍵 這邊再產一個B B是找什麼呢 找後瓜糊 找一個後瓜糊 OK 應該可以看懂嗎 特別注意 Swing這個函數 它跟5函數最大的不一樣是 兩個順序剛好顛倒 5函數是先找錢瓜糊 再到哪個儲存格 它剛好前後顛倒而已 其他都一樣 好 如果有找到的話呢 E3函數呢 會返還 第幾個字 跟5一樣 那不一樣的地方是 如果找不到的話 它返還會是0 0表示說找不到 那5函數是什麼 一個幾value 兩者差異在這裡 所以基本上 如果有找到的話 如果有找到的話 我要做什麼 幫我把它切割 切割完之後 放哪一個儲存格呢 放在B欄 所以其實可以把這個儲存格的位置 Ctrl鍵按住 把它改成B 意思就是說 幫我把最後 查到的結果 幫我切割 切割一樣用MID 在VBA裡面的MID函數 用法跟在Excel一模一樣 這個是一樣的 錢瓜糊 他會問說 你要切割哪一個 哪一個儲存格的資料 那我要切割的是A欄 所以一樣 把這個複製 我習慣是 複製過來把這個改A 幫我到A欄裡面找找看 有沒有那個資料 逗點 第二個 他會問你說你第幾個字開始 那我要從 從那個錢瓜糊的位置 是A 怎麼樣呢 加 E A指的是錢瓜糊的位置 逗點 那幾個字啊 就是 B 減掉A 再減掉E 這個有印象嗎 我們剛剛不是也做過類似的 只是說換了一個邏輯 然後後瓜糊就可以了 好 基本上的話 這樣子 大概就已經完成 我們要的 不過呢 這邊 我們來執行看看 基本上 我把它先Run一下 如果你不確定的話 你可以 按F8 把它租航執行 F8 這邊有個真錯 這邊有個F8 真錯的話 就是你可以租航去跑 或者你可以按執行 不過全部執行的話 不是很確定結果會怎麼樣 所以第一個當然他找不到 00 那你會發現 像這個趙大鵬 這個裡面沒有 沒有那個 前瓜糊跟後瓜糊 所以0 跟0 那再到這裡之後 你會發現 會有個問題 怎麼樣呢 按F8 它會跳出錯誤 跟你講說 你給我的訊息好像有點不太對 為什麼 因為我要切割 可是你會發現 這邊 這邊有個什麼 0加1 從第一個字 這個OK 可是問題呢 這邊是什麼 0-0 再-1 有沒有 這個減完之後變負1 負1 意思是說 那個字串要切割的長度是負1 負1 MID會覺得說 沒有這個東西 所以在這裡會產生錯誤 所以要怎麼去避開這個錯誤呢 我們可以在這邊 多寫一個邏輯判斷 什麼邏輯判斷 if if什麼呢 A 或者B 等於0 我剛剛講過 A 跟B 如果等於0的話 表示什麼 找不到前刮弧 或者找不到後刮弧 那其實我們只要做一個什麼 A 假如它不等於 不等於這樣 不等於0的話 我才會要去做切割 反之的話呢 我就不做切割 那我可以怎麼寫呢 A不等於0 then 才去做底下的事情 那底下 這邊我們再加一個 n的if enter n的if 因為有if的話 一定要有n的if 結束這個if 那我們可以把這個邏輯 放在外面 程式再往上拉 讓它判斷一下 A是不是等於0 如果等於0 就不能進去切 如果不等於0 表示才有找到 這個有沒有 這個沒有 所以F8 跳過了 有沒有 意思就是說 沒有找到刮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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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去處理了 然後再下一個 然後呢 在下一個應該是找到什麼 照 流雲這個 裡面有沒有前刮斧呢 F8 看一下 好像應該有 3 有沒有 在F8 再來就是找後刮斧 9 那它是不是 不等於0 裡面有刮斧 所以 跳到哪一個呢 F8 跳到這個 才會進去 因為如果找不到的話 那它就不會進去 如果有找到的話 它會幫我做什麼 切割 所以後面的東西 切割完之後 丟到B欄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切割到B欄的結果 看一下這個 來過 F8 所以你會發現 它基本上 如果沒有 就跳過去保持空的 如果有 那就進到這個裡面的敘述 把 切割完的東西 丟到B欄的同樣位 在這個 OK 把資料丟過來 那一樣 當然底下的做法都差不多 所以我們 再跑一個 然後 下面一個是 劉松 劉松它是 3 8 後刮斧 然後 A是不等於0 所以把它切割 丟過來 OK 那其他都一樣 所以我就讓它全部跑完 OK 這樣的話 我們就完成了 刮鬍字串的這個sub 另外清除的話 其實你可以 再插入一個清除 寫法 其實你 或者你可以 把上面這邊 直接拿來複製 然後 貼到底下之後 把這個刮鬍字串改成清除 然後呢 做什麼呢 就是幫我把 其實 Fore回圈 Foreness 這個留下來 其他的 都把它刪掉 然後 Salesb 實際上就是把 Salesb欄裡面的資料 塞一個空的給它就可以了 空的 然後就留下類似像這樣 B欄資料裡面 塞一個空的 那我們把它執行清除看看 執行 OK 那這個時候的話 旁邊的資料呢 就被清空了 所以會有兩段程式 當然 這個程式基本上 又比那個 上個禮拜講的 又稍微困難 一些些啦 然後 細節的話 我想 各位可以參考一下 那個我們的講義裡面 應該在講義裡面的 這個 刮鬍字串這邊也有 那不一樣的地方是 我有在那個 每一行的上面 有多增加一些註解 那剛剛寫的時候 沒有加註解 我是建議啦 如果以後呢 你想要知道 每一行每一行的作用 建議呢 還是加一下註解會比較好 因為會 將來你自己看也會比較清楚 OK 那請各位先試一下 我剛剛寫的部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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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